另外一旅警分局春日 以及观音派出所的两位所长 执行联合巡逻请勿 在经过了花莲193县道 马泰林部落附近的时候 发现男下车道路旁 有辆汽车是横停在路边 研判有意立即下车查看 才发现男子所驾驶的汽车 因为变速箱损坏 无法动摊 所长两人主动热心协助他脱困 并协助联络友人前来救援 让这名男子可以顺利的离开 立刻分局春日派出所 观音派出所两位所长执行 联合巡逻请勿 巡金花193县道马泰林部落附近 赫然发现男下车道路旁 有辆汽车横停在路边 研判有意 立即下车查看 时发现男子所驾驶汽车 因为变速箱损坏 突然无法动摊 所长两位主动热心协助并且脱困 也协助联络友人前来救援 顺利让男子脱困 这名男子表示 要回台东的路上 车子的变速箱突然卡住 无法动摊 由于附近光线比较昏暗 并且四周都是农田 完全没有人可以求援 分局长陈维文表示 警察除了维护社会治安交通之外 也担负起主动关怀 为民服务以及救助的责任 而且助人为快乐之本 不会因善小而不为 车辆抛锚看似小事 却是用路人的大事 警方必当义不容辞的伸出援手 本于同理心真诚的为民服务 记者高松双玉里采访报道